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江苏中天钢铁女排的首发坚硬 是上了16号队长龚翔宇 一个半到位的球4号位篮网撑起 这个球没有传好啊 直接送了探头机会 第二下没有处理好 反击球 给到龚翔宇打长线 一个斜线的落点 他往边线有撑起 斜线的防守区位 防守质量很好啊 双方都贡献了两个斜线的防守 选择变换的线路 打了一条直线 这一下手腕戴的还是很有技巧的 非常刁钻 这个交叉没有配好 好在前排的双人篮网 丝毫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 半到位的球给龚翔宇 小学线防守有取位 这个球啊 再给龚翔宇 二号位几乎是空门 他们俩的串联 这几年 可以看到是越拉越快 这调球也是比较隐蔽 再给队长 龚翔宇轻调 马蹄心 福建安西铁观音 在第一局连续的追发吴寒 也导致了他的遗传 到位率有所下降 现在追发刚刚换上场的唐欣 龚翔宇跑动到三号位 打了一个交叉 对方有很 针对性的部署 身上的包袱小了之后 其实很多动作也更敢下手了 这个球虽然比较开往 但是下手这一下 找了一下落点 在比赛当中落后的球队 肯定是一分一分去追的 快球没有配好 龚翔宇轻搓 再给他炸手 后排撑起来 两个接应的对轰 还是由龚翔宇打了一条直线 江苏把比分追平了 快球没有配好 林月星到后排发球 他在第一局替补庄宇山上场 江苏仲天钢铁的攻守啊 已经慢慢的把一攻成功率提升上来了 这边一传到位率也不好 翻到二号位 龚翔宇打直线 很长的落点 这种防反球啊 需要队员快速的回位 并且队伍当中阵脚不能乱 武功球了 这个球翻给龚翔宇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被对手追发的情况下呀 其实换下场调整一下 也不失为是一种策略 龚翔宇反击再拿一条小斜线得分 没配上 对于江苏来说 现在正是对手不敢下手 而他们各种打掉结合 非常得心一手的阶段 而替补武汉上场的唐欣 在两局比赛当中发挥的也是 比较深勇 串联给龚翔宇的球 速度非常快啊 换下林月星 换上庄玉山 本意呢 是为了让他来顶一船 同时也是换一个进攻的节奏 快球又撑起 直线没有防起来 龚翔宇得分 龚翔宇的跑动战术球 帮助江苏队渡过了这一轮 这种进攻对于正义星来说 更熟悉一些 庄玉山的发球轮 弹网变线防起来 18比17 这几个一船 队长龚翔宇主动的过来 承担了很多遗传的面积 所以也给到他的队友 也是妹妹们 让出了很多进攻的空间 篮回 保护 过网了 这个后二也防守有取位 这个调攻太难打了 还是拍落点啊 这个大范围的转移 龚翔宇自己也是赶紧要抱一下队友 这是直接从场外身后来的一球 人球关系 球感非常好 很关键的一分篮网 拦住了这个一攻 暂时由龚翔宇来调整球 这两个一攻 附近安西铁关一没有打下去 仅仅两分的分叉 但是非常关键 先把这个一攻打下去 这两个一船都不好 还是给到龚翔宇的背评 尼飞凡来上球了 还是给到龚翔宇 打了一个短球 25比22 双方在第四局当中 僵持到了20分 而凭借着吴孟杰的发球轮 江苏队建立了三分的领先优势之后 直接把第四局拿下 这样的话 江苏中天钢铁是大比分3比1 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多一点本是国大俩中占的 小红散 交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